最多幾趴 你賺最多的 百分一百 一百趴 秘訣是什麼 秘訣就是 可以借錢的爸爸 可以借錢的爸爸 真的還假的嗎 乃哥有借你錢喔 就有一百 後來我就全部還給他 徐信仰股票年賺百萬 支付秘訣是可以借錢的爸爸 什麼風格 應該中規中矩吧 到底也不用下什麼 換婚姻 世紀換什麼 盡量希望就是 一生一次 哦 有救他們 是 對 對 乃哥有參與意見嗎 目前比較少 可能越接近的時候 意見就會開始了 32歲徐信仰穩教7年 穩到要把女友宋瑞安娶回家啦 他們9月將於美孚飯店 洗開30桌 小兩口也搬進新房了 你們交往多久啊 7年 當然吵架是難免的 但我覺得算 跟我很多其他朋友比 是蠻順利的 大部分都是冷戰 都冷戰 就比較是不講話 那誰先低頭 應該都是我 都你的先生 你是七管炎嗎 算嗎 就是 比較 家庭的宿命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沒辦法這樣子 喂 乃哥 你這個又是把我隱瞞了 所以你以前就不婚嗎 因為我覺得 現在離婚率這麼高 50% 是 對 然後我以前大學學一些社會學 就是一直聽就覺得很可怕 決定要求婚前的 那一段時間是有掙扎 猶豫的 比較掙扎是說 0.65應該過不了館 所以那個專階幾顆啊 1.5 所以之後婚後錢是你管嗎 應該一起管吧 他也非常有SENSE 可以說算沒有 他說他好像以前 以前幾個輩子是 可能是管錢的 那你上輩子是什麼 不知道 可能是和尚 可能是和尚 和尚 哈哈哈 話說啊 徐欣陽跟全明星 習日正有胡適安 加入胡瓜節目 當固定班底 玩起遊戲 竟然有乃一之尊的褲子呢 就跟乃哥一樣的遊戲網啊 遺傳 對啊 目前是然後有這個趨勢 比安安好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對 觀眾自己覺得 安安蠻會演戲的 那你看瓜哥對安安啊 跟乃哥對你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不會想太多 但不會拿來跟自己 跟乃哥做比較 真的不會 他假如說給 安安一千塊 我會說 欸你爸 我也 行而來這三個字 應該給你滿大的壓力 不會 這就是一個事實 我跟我爸上節目 他帶我去賺錢不好 就是多一個機會 我覺得是很幸運的 阿徐欣陽也是懂得賺錢的 私下他把資金投進電子股 一年就賺回本金一百萬 但也曾經栽在期貨裡 期貨覺得不要 真的比多多還可怕 像我之前第一份工作 我去做廣告 那個時候一個月薪水三萬 後來我完期會一天賠個八萬 我每天就跟老闆說我要辭職 我就是好好的賺錢股票 然後下個月我就考到證照 沒有人喜歡賠錢的感覺 我那個禮拜都沒睡覺 最多幾% 你賺最多的 100% 100% 秘訣是什麼 秘訣就是 可以借錢的爸爸 可以借錢的爸爸 是太假的嗎 哪個都借你錢喔 就有一百 後來我會全部還給他 那都是美股還台股還都有 美股要半夜看盤其實 有點累 不太 有點傷身體 滿講求養生的 很多人在求養生的 很多人在吃飯 都會做些辣椒 多餐生的 他們在吃飯 有種好 勇氣 多餐生的